哈哈哈哈 郭台銘出來了 韓國瑜 你可以再見了 因為固然你韓國瑜現在聲望 是最高的 暫著我們來看看 跟郭台銘的條件如何的對照 第一個講經歷 韓國瑜立委12年都在鬼混 你自己承認了 那你只當過台北農產公司的 總經理 郭台銘紅海帝國 世界上那麼多的企業 那就不用我多介紹了 高下立判 第二個能力 韓國瑜到現在能證明的 就是會喊口號 然後呢會搶訂單 除此之外也沒有別的 郭台銘的能力無庸置疑 這個全世界 都不用再去講了 台灣首富能力怎麼來的不用說 第三個 雙方的關係 韓國瑜唯一靠的就是九二共識 因為現在已經沒有人敢講九二共識 九二共識 習近平就已經講是一中各表了 韓國瑜就是靠著 去坐在中共的官員面前 聽人家講九二共識 然後乖乖點頭 然後換了一些水果訂單回來 可是 郭台銘的關係 中國美國日本 都比你好大家都知道 所以完全是不能比的 而且郭台銘給了 韓國瑜一個很好的指導 靠幾個貨櫃賣水果蔬菜 經濟就能變好嗎 你看馬上看出兩人的境界不同 再講到要犧牲掉什麼 韓國瑜要犧牲掉高雄市民 因為我才選你當 89萬票選你當市長 你不到三個月 三個月晚你就要走的 在高雄反對韓國瑜選市長的人 有百分之五十八 以228萬選民來講 就有130萬 換句話說 韓國瑜你還沒有選 你已經先輸掉130萬票了 那郭台銘呢 他只需要丟下他的企業而已 但是企業可以有人接班 可以有人別人做 所以不成問題 最重要的是出現 因為韓國瑜自己不敢去登記初選 就要蒙上了背叛高雄市民之名 所以你就在那邊驚 在那邊等 等著你回來 等著你回來 就等著真糟 但這是破壞制度的 那郭台銘很有誤知 我就是來參加初選 跟朱立倫跟王金平比 而且我如果輸了 我就支持聲望最高的人 那跟你這個在等人家黃袍加深 那個態度是完全不同的 完全是比較民主的 所以這兩人的勝負如何呢 這個韓國瑜敗 郭台銘勝 所以由此我們就可以看出來 這是兩人的實力的問題 那再來說就是兩人 那你們提出的主張 能力是韓國瑜輸 那到底主張又是誰正確 誰不正確呢 好我們看看兩人的口號 兩人的願景 韓國瑜說 國防靠美國 市場靠中國 科技靠日本 努力靠自己 努力靠自己 這是廢話 誰不是要靠自己努力 但是你國防要靠美國 換句話說你要跟美國買武器 買武器的錢從哪裡來 市場要靠中國 你去跟中國賣東西賺錢 賺了錢之後來跟美國買武器 打中國 所以搞得中國很不爽 所以我們不要養台獨啊 這個要加法事後 我已經把它當加法 不是國法 可見是當作自己加人 然後科技靠日本 我更好笑 請問日本有什麼高級的科技啊 日本的下補都不是都已經被你買走了嗎 難道你要跟日本學習 長照這個就是這個 機器人的技術嗎 所以從他去畫 就可以證明 他完全是信口開合 那你要看郭台銘的境界 國防要靠和平 因為台灣經不起打 沒辦法打 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 能夠和平 那當然以他跟美國 中國兩邊的關係 維持和平是不難的 市場要靠競爭 不是光靠中國 中國養不了你一個台灣 而且中國如果 就真的養你台灣 那哪一天不養了 你台灣是不是要跪下了呢 你絕對不可以把所有的雞蛋 都丟在一個籃子裡嗎 這就是這個 韓國瑜最大的錯誤 那至於科技 科技要靠研發 要靠自己 所以郭台銘認為 我們國防根本不應該靠美國 我們不應該跟美國買武器 你知道我們跟美國買的武器是什麼嗎 連新的飛機都不賣我們 幫我們的舊飛機翻新 不賣我新房子 幫我老屋翻新 這樣也要給我收那麼多錢 然後美國賣給我們的船是什麼嗎 賣給我們的船是 他們已經不用了 放在那邊當打靶用的靶船 結果修一修又拿來賣給我們 更離譜是賣給我們潛水艇 你知道他賣我們什麼潛水艇 賣我們柴油動力潛水艇 你知道嗎 全世界現在已經沒有製造 柴油潛水艇的工廠了 為了這樣還要去德國設兩個工廠 來做柴油潛水艇賣我們 所以 由這樣子來看 那什麼靠自己 命運靠自己 所以我們整個來比較起來 我們就知道 韓國瑜其實治理市長的能力 我們都在懷疑之中 那你說要去治理一個國家 老實講 有事之事 只要你有讀書的人 你都不放心 不是靠著熱情 靠著那個不切實際的希望 就可以成功的 那郭台銘提出來的東西 實實在在 真正的至少他了解經濟 了解科技 了解世界的局勢 那以這兩個人來相較 很簡單 這個富 這個全 所以誰勝呢 又是郭台銘勝 因此 以天一出 水與真風 郭台銘一出 韓國瑜 算了吧 喔 對不起我聽到什麼聲音啊 啊 就是那個韓粉的玻璃心 紛紛碎裂 哔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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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聲音 真是為難你們了 那還是說 我 SEE 你睡覺 說